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的重点就是我们有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资产 保存恶生疗养人 以及我们这些愿民能够安安心心地在那里守护 这个对台湾在全球世界上的舞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 台北市的这些机场捷运站 它的金费可能15亿到30亿 40亿就已经很高了 就可以把整个场建起来了 可是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场的金费已经无限上当 而且我觉得它的危险性有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多的疑虑 甚至把这个金费拿来好好选个点 或者是说把这个规模所想 然后把这个金费甚至这样来建设周边的环境 新装的金费应该很高兴 如果这些金费给过到他们的地方建设的话 这是非常可观的 原来这个机场如果在不保留热水疗养院的状况的时候 当时的额月金额是31亿左右 大概是31亿 那个契约后来在92年工程文化以后 那就终止契约了 终止契约以后 因为工程文化有增加一些东西 以及调整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在97年重新高标的时候 刚好碰到96年6月到97年6月 是一个原物料大幅上涨的时间 所以在97年我们历经了4次流标以后 那最后绝标数以整个工程金额变成是57.3亿 当时57.3 那原新的57年F标的31亿 它已经完成10亿了 所以我们是这样计算出来说 再这样会增加39.6亿 然后去年跟前年 刚刚我红红的意思说 一个临时换完我们做十几亿 事实上这不是事实 我们去年跟前年所做那些牌状 大概只用 用的才会是2亿 这个之前也有提供过的资料 不一定到这边也有提供过 大概是2亿 那未来的长期安典化 我们目前确实的金额 还没有完全计算出来 大约是在10到12 大概是这样 那整体来讲 也就是说 原来67.3 大概会变得差不多80 但是现在已经用了40亿 已经用40亿 刚才我们在讨论的 所谓的第三第四公区的部分 这地方是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的是说 这个部分到底有什么样的设施呢 这边有特别标出来的 就是所谓的清洗厂跟仓库 那我们会觉得说 也许所谓的降级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只需要这些东西 真的是我们新装机床所需要的一些设备 那我们有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说 所谓的土方回田 我们要求的土方回田 就是在各地三地四公区 只要这边土方回田的话 那所有的走山的问题 以及新装机场安全 热身安全的问题 也就能够解决 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许我们这边的轨道 也就不需要了 那这个回转轨的问题也就是说 之前呢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 那时候立法委员 李鸿军委员 以及老师傲部长 他们曾经来到就是新装地厂这边 现场走开一次 那时候检议局 因为就是在立委的质询之下 问说地方上有通车的压力 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车到 分段通车到单缝 那时候检议局说 其实是可以的 只需要在单缝跟辉隆那边 再加一个转车器 那这个所谓的分段通车就是可行的 那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像这样的一些系统上的一些调整跟变更 是只要说 检议局这边只要秉持他们的 专业的一个设计轨化化 其实都是可行的 那我们今天在市议会 我相信检议局 我们相信检议局 其实也能够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 而不是一直在说 这个地方是危险 这个地方没办法去做 有关于所谓的营运营修需求的问题 那检议局说 也许如果我们牵肠和降级是不可能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的 影响到他们的维修的部分 有这样的风险 所谓的车量不能维修的风险 那我们这边有显述出 就是如果这样的风险 是否能够真的大于 我们这边列出的数字的风险了 假如真的乐生院那边走山了 那我们会看到附近的林林居民 包括乐生院所处的丹凤林 以及在机场对面的双凤林 居民总共有18000人左右 那相关的在回隆医院那边的员工 以及互能员员员 总共加起来总共有2万多人 甚至假如说走山的话 会影响到这边的交通的流量 总共有没有高达10万人的民众 他们的群力会受损 那我们会觉得说 检议局如果能够做这样的评估的话 未来希望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提出一些评估调查 请不吝点赞